艺人黄子焦上个月深陷me too风波遭提报后 事后拍摄三段影片公开道歉 随后就被紧急送一时隔一个月 黄子焦19号透过脸书小编发出两万字长文 首先强调在影片里绝对有认错道歉 并再次对相关人士郑重道歉 还说因为那天心里最直接的念头就是豁出去了 什么都不在乎面子也不重要 做个交代灵魂才能仿下 除了小编帮我删除影片关掉账号 在医院时我请太太删掉了手机内的社群网站APP 也完全不碰手机 八天后我才敢拿手机看个人社交软体传来的信息 不知写下长文黄子焦一字一句念完所写的文字 也在文中重现当天在医院的情况 写到当时身上插了很多管线完全动弹不得 还得依靠众人帮忙排尿强调身为艺人 这时候羞耻心和包装一点都不重要了 强调自己恐怕已经没有资格呼吸 他也在长文中强调很少介入别人的是非 不管是婚姻社会还是八卦报道都没有转发分享 因为相信故事只有主角最清楚真相 未必敢说完也未必说得清楚 消失在荧光幕前如今一个月后再度发生 黄子焦强调这两万字是这些日子以来累积的 当时的动向也再次引发关注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